大家好,歡迎來到小廢小物 今天要來介紹金馬獎57屆的場刊啦 我會買到這本是因為他後來有在他的官網上寫說他會釋出剩下的幾本 然後在某個時間可以上去填資料購買 然後那時候就搶到 就把金馬獎盤也收集起來了 因為今年剛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多西洋片、外國片就比較少上映 所以真的是看了很多國片 然後也都非常的喜歡 所以對這次的金馬獎就非常的有感覺 上面幾乎都是看過然後喜歡的電影 也是有幾部沒有看到啦 像藍巫啊、幻愛等等 然後裡面就有一些評審的介紹啊 還有入圍者的介紹 最佳動畫長片 然後恭喜一隻眼導演的獎了 以前很喜歡看他導的那部電視劇叫做危險心靈 然後黃河好像那部有的金鐘男主角 從此就有注意到黃河這個男演員 然後後來還有看 一島島的行動代號孫中山 那部電影我也覺得還不錯看 然後動畫短片 劇情短片 最佳紀錄片 最佳紀錄片 然後是最佳劇情長片的部分 我就日子跟首選營還沒有看過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消失的情人節 因為我很喜歡喜劇類作品 然後他又帶有一點奇幻 並且我覺得他後面也滿感人的 非常喜歡 然後也恭喜他的最佳軍營場片 還有最佳導演獎 然後那女主角的表現我也很喜歡 不過其他作品的女主角 又更強大 所以他們這次就沒有得獎 接著是親愛的房客 墨子儀跟蘇芳愛的演技 真的是無話可說 實至名歸 然後白倫英其實也演得很好 但可惜沒有入圍新人獎 親愛的房客 我覺得他有很多洋蔥在裡面 滿感人的 然後他主軸實在在講 同志在這社會上 遭受的一些偏見跟處境 算一下同婚都過了 然後風氣也開放許多 但實際上還是很多人 家庭裡面 對於同志還是存在著很多的 沒辦法完全的包容接納 還需要再努力一段時間吧 我想 同學麥娜絲 我是在金馬搬完後才去看的 在講這十位中年男子 這十位同學 他們的 遇到的一些 生活困境 他們生活上的 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然後滿喜歡劉冠婷的演出的 然後在劇中的角色也很討喜 然後 恭喜納豆 得了男配角獎 不過我覺得真能說 他的演技也非常的好耶 我也滿喜歡他的演出的 然後阿瑤導演的作品 就是他的口白 很有個人特色 不過他電影的結局總是 有點悲伐我覺得 然後是金馬的入圍群像 他這張可以打開 就是 五七這一屆所有的入圍者 都在這裡面 超大張的合照 很厲害耶 有點反光 然後還有入圍者的拍照的花絮現場 有蘇芳阿姨 法蘭 納豆 銀軒 易導 後面是張紹懷跟桂倫美 然後是 孤雷的 劇主們 演員導演 阿瑤導演 然後是 最近有看大代時代嗎 大代時代的 佩羽 浩生 還有 林柏宏 然後他們這一屆也都有入圍 浩生 好多人 接下來 最佳原創電影歌曲 消失的青春節 然後 我覺得 孤雷這首歌其實也 很動聽 這旋律也是會一直記著 佩座是 柯在我心裡的名字得獎的 然後我也是很喜歡這首歌 其實這兩首歌我都覺得很讚 孤雷跟柯妮 然後恭喜柯妮得獎 魯廣眾 三金得主了 很厲害 然後 原創音樂 恭喜法蘭 親愛的房客 最佳造型設計的部分 他還要把設計圖都放上來 美術設計 我很喜歡怪胎 他的美術設計非常的吸引 顏色的整個配置吧 一種強迫症的感覺 無神的場景美術的部分 無神的氛圍也很讚 手捲菸 怪胎 消失的情人節 我覺得壁虎這場戲 真的是印象深刻 顧寶明大哥的演出 很厲害 他整部片就是 雖然是奇幻 可是又不會讓你覺得很怪 很完整很棒 同學 麥娜絲 我覺得同學麥娜絲 這個紙紮屋 部分也是很美麗 很漂亮 然後是動作設計 視覺效果 原著劇本 楠巫我也蠻想看的 但還沒看過 然後是一些劇本的部分 裡面的片段 最佳改編劇本 最佳音響 然後五聲得獎了 他整部片都沒有台詞 台詞很少 因為大部分都是在講 龍亞人世的故事 所以他的音響都特別重要 最佳剪輯 然後這邊有很多 各個劇組的開鏡畫面 不過都蠻小張的啦 看得清楚嗎 孤尾 然後 男兒王 無聲 親愛的房客 怪胎 同學 麥娜絲 墮台絲 日子 柯在你心底的 名字 消失的情人節 腿 很多眼 再來最佳攝影獎 然後恭喜 柯在你心底的名字 遙紅翼 他裡面有很多特寫的鏡頭 他真的把 主角們拍得真的很帥 然後那個情感 就是很細膩的感覺 一直都有拍出來 超喜歡的 然後是最佳新演員 是希望浩森得獎啦 不過他就沒有得 沒有關係 然後岩飛得獎了 我覺得岩飛他在五聲裡面 非常的自然 演技非常的自然 所以他得獎我也覺得 很棒 然後他也有演孤魏 藍配角獎 恭喜納豆 那我真的覺得真人說也演得很好 女配角 女配角就真的是成熟方 我覺得他 親愛的房客真的 太讓人動農了 尤其他最後 眼睛看不見那一段 非常的感人 恭喜索帆阿姨 接著是最佳男主角 恭喜莫子儀 終於得獎了 他親愛的房客裡面 真的 演得很好 很感動人 然後他跟白倫英的互動也很讚 還有跟索帆阿姨的互動也是 他跟索帆阿姨的戲就沒有這麼多 好像越比重的問題吧 否則他好像原本有拍很多 但後面大部分都剪掉了 因為他把重點 聚焦在他親愛的房客這個主題上 然後林伯宏我也蠻喜歡 冠婷也是 尤其冠婷最後在 幽局醜酷那段我也跟著醜酷了 很喜歡 最佳女主角 要再次恭喜 蘇芳阿姨 真的實至名貴 然後 我也很喜歡大佩 李佩羽的演出 我覺得他演得蠻自然的 那我私心是最希望謝忻得獎啦 因為我覺得他跟柏宏在怪胎裡面 這對CP的感覺 也是讓我非常喜歡 然後這邊應該是 各個劇組殺青的照片 很多耶 也是蠻小張的 刻在你心裡的名字 孤衛 同學 曼娜絲 然後 喔這張比較長 無聲 在游泳池旁 退 怪胎 消失的情人節 逃出立法院 主管再檢 男巫 親愛的房客 海神獸 大噴嚏 接著是最佳新導演獎 然後我是蠻看好 廖民意的 不過也恭喜張吉安德獎了 男巫 最佳導演的部分 恭喜陳昀勳導演 消失的情人節 我其實他之前 中破賽我就蠻喜歡的了 然後消失的情人節 他的內容又更豐富 後面是一些出品單位 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 資深電工 彭能夢 以前有參加過幾個劇組 其實真的覺得幕後那些工作人員 真的都蠻辛苦的 然後這邊有 監製李烈 葉努芬 還有導演陳昀勳 的一些感謝詞 還有一些其他人的 對他說的話 終身成就獎 恭喜侯孝賢 厚導 很大一張 小雅全導演寫著 猴導對他的影響 猴孝賢的作品演表 後面是感謝名單 然後是一些廣告的部分 然後有這屆最夯的電鍋 好 再來順便看一下一些雜誌裡面 對電影演員的介紹吧 這就是怪胎 的男女主角 雲伯鴻 謝忻 非常喜歡怪胎 尤其是前半段在演他們兩個 強迫症 相遇相愛的那一段 不管整個電影的視覺 畫面 還有他們兩個的互動 都覺得 很吸引人 然後後半段就來講 林伯鴻的病 突然間就好了 然後他們的生活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不過大家看到之後 還是有一個反轉 很可愛的一對嬉皮 然後林伯鴻在戲裡面 洗澡也是很吸睛 然後是浩森 他在柯尼真的演得很好 很喜歡 然後粉絲應該也增加了很多 人氣也爆生 然後這就是他一種憨憨的 臉 真的是我很喜歡的 不過大概是在紅色氣球 就注意到浩森 那時候他的名字 還不是陳浩森 好像叫陳世成吧 接著是 吳森的柯珍蓮導演 然後還有 陳妍飛 這次的新人獎 他演貝貝 然後覺得男主角 就自選 演出也不錯 不過他沒有入圍 有點可惜 然後吳森我真的覺得蠻沉重的 然後這部片 冠婷也有演出 不過冠婷在這部演一個很 熱心的老師 然後這部片他有取材 台灣其中學校的性醜聞 然後就是他們 在學校遭受的一些事情 後來他們 短暫離開學校 但是由於外面社會的 不太友善 所以他們就還是想要回學校 然後又讓漢市再度發生 而且他牽扯的人 很多啦 蠻沉重的一個故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接著是 親愛的 房客導演 鄭友杰 之前有看過他一部 電視劇 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 那部我也非常喜歡 然後雖然他自己沒有得獎 不過恭喜法蘭有得獎 然後還有 女配角男主角也都得獎了 還不錯 然後這次是找漢娜哲來監製 蘇芳阿姨 這是他的 女主角 也是他女配角 非常的厲害 然後他的 得獎感人也 滿感動的 很可愛的 蘇芳阿姨 各位主要在講 蘇芳阿姨他演的媽媽 以及他的女兒們 他們的故事 還有蘇芳阿姨 他對丈夫的 原諒 以及最後的放下 還滿感人的 然後他裡面有滿滿的 台南的場景 看得很親切很熟悉 有很多善惡異鄉啊 還有一些四草大橋 然後看完真的會很想去買蝦菌來吃 很溫馨的一部電影 也推薦給大家 同學麥娜絲的正人碩跟師民帥 他們真的都長得滿帥的 我師民帥在這部戲裡面的角色 真的是太討厭了 然後正人碩就是那種很認真很認真 很辛苦 可是又很不順遂 然後還有李佩宇 他最近的作品滿多的 現在再看大代時代 然後這件是水下30米 主持人 然後他就開始演戲 然後這本雜誌前面也有曾敬華的介紹 翻一下 曾敬華不只是好看而已 曾敬華真的演出的作品非常的多 越來越多了 你喜歡他之後越來越好 再來翻翻下一本雜誌 這邊是介紹廖明義 怪胎的導演 他其實這部電影是用iPhone拍的 怪胎電影的前半段的電影畫面 是正方形的很特別 然後導演他也有提到 他也有看過多蘭的親愛媽咪 那部電影也是前半段的畫面是正方形 多蘭其實是個國外很厲害的導演 他本身也是演員 大家可以去看他演出過的 這個 憂傷大象之歌還有 湯姆在容裝 這樣不過都覺得他很有魅力 然後是莫子儀的介紹 他真的也出道很久了 這樣是蠻大的 照片 他的 這個吉瑪得獎之師也很厲害 柯真蓮導演 他之前那部很有名 天黑請閉眼 大家不曉得有沒有看過 然後是大佩 李佩宇 消失的情人傑女主角 雖然沒有得獎 他表現還不錯 正有傑 謝謝 剛那邊也是有他 陳浩生 真的很帥 然後獅子座的他本人 蠻活潑的說 跟電影上的感覺 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柯尼的華生CP 我真的是 非常的喜歡 然後以前也很喜歡 聖夏光年的 張孝全還有張瑞加 還有泰國有一部電影叫做愛在先弱 那部片也是我心中不敗的經典 然後我覺得柯在他裡面的很多配角也都演得很好 像是王彩華 林輝銘 他們的角色也都很吸引人 然後這部電影真的有太多經典台詞跟經典場景了 真的柯在大家心裡了 這本雜誌也有介紹到一些 電影相關 我真的收集了很多雜誌 他是介紹北影準影帝 有范少勳去年的金馬新人獎 他其實之前在越界的時候就覺得他演得很自然 我是那時候注意到他的 李康生 莫子儀 曾敬華 吳念軒 曾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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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次金馬武器廠刊的介紹了 還有我收藏的一些雜誌內頁的分享 我真的買了好多雜誌喔 好會花錢 還有一些電影的小短品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果片 像果片的內容越來越多元也越來越好看了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快來訂閱小費小屋吧 除了一些奇妙有用無用的收藏 還有一些日常耍費紀錄和一些小郵寄喔 好看喔